大家好 欢迎收看汽车咖啡馆 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个应该大家都很有兴趣的话题 也就是一代神车Toyota Vios的历史 Toyota Vios在东南亚是一款非常著名的小车 另外它还以Yaris Sedan或者Toyota Velda等等的名字在不同的地方贩售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Toyota Vios的历史 在Vios出现之前呢 其实Toyota有另外一款车是专门主打着一个入门小车市场的 这款车的名字叫做Toyota Soluna Toyota Soluna我们可以看作是Vios的前身 不过这款车从来没有由官方也就是UNW Toyota引进我国市场 所以本地的消费者对这个Soluna可能没有那么的熟悉 不过这款车曾经在新加坡跟泰国市场贩售 所以这个新加坡和泰国市场的消费者对这款车可能会比我们更为熟悉 第一代的Vios是在2003年发表 它采用了Toyota的MVC平台打造 以现在的这个标准去看第一代的Vios它的车身是非常的迷你 然后在2003年的时候Vios也以CKD的方式在马来西亚翻售 刚刚好那个时候国际油账大涨 然后马来西亚的油价也调整 Vios在那个时候因为省油耐用等等 一推出就收到广大的马来西亚消费者欢迎 这个也是为什么Vios当时的二手价那么硬的原因 如果你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话 你就会知道 Vios的二手价在当时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的硬 除了泰国和马来西亚之外 第一代的Vios也有在 中国啊 台湾啊 还有菲律宾等等的市场贩售 另外泰国的Toyota还推出了一个叫做 Vios Turbo的特别版 这个版本大概是生产了600辆左右 数量是非常的稀少 它采用的是叫做1NZ FTE的涡轮增压引擎 排气量是一样的 1.5公升 但是它用有 143PS 还有196Nm的引擎输出 第一代的Vios 普通的版本呢 除了我们熟悉的1.5自然引擎器引擎之外 它还有一些国家推出1.3自然进气的版本 只是一直以来呢 这个1.3的自然进气版本 都没有引进我国市场 因为第一代Vios大获成功 所以Toyota在2007年推出了第2代的Vios 为了空间表现呢 Toyota不再采用MVC平台 而是转用B平台 所以呢第2代的Vios在空间表现上 很明显的比起第1代的Vios大了不少 另外呢 第2代的Vios呢它也以Yaris Sedan 还有Belda的名义在美国 还有着一个日本市场贩售 算是一个国际车型 虽然说第2代的Vios有在其他的海外市场贩售 但是它的主要根据地还是在东南亚 也因为第1代的成功 第2代的Vios是有史以来销量最高的 一代车型 它和上一代车型一样在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引擎可以选择 例如说马来西亚跟泰国采用的是1.5的引擎 至于在菲律宾市场你还可以选择1.3的引擎 最特别的是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还有1.6的dual VVTi引擎可以选择 这个引擎也和这个10.5代的Corona Altis是一样的 在2008年正式与我国开卖之后 Vios就成为了我国最受欢迎的非国产车型 同时销量也创下了新高 这个也是Vios最风光最风光的时候 在2013年的时候呢 Toyota率先在这个泰国市场发表了第3代的Vios 第3代的Vios基本还是维持了第2代Vios的硬件架构 也就是采用这个B platform打造 所以除了车长之外呢 它的这个宽度啊 走距啊 跟高度啊 都和第2代的Vios没有太大的差别 另外呢 这个第3代的Vios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也就是 它把原本在第1代第2代Vios上面 放置在中控台中间的这个仪表呢 移到了驾驶座的前方 这个改变也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而不过呢 它的安全配备跟这个引擎就没有太大的改变了 引擎一样还是1NZ FE 至于安全配备呢 只有双气能还有ABS EPD 等等 在那个时候呢 这样的配置还算是OK的 只是之后因为对手配置的升级呢 所以这个Vios的竞争力就开始减低了 Toyota方面呢 它自然是知道了这个Vios的竞争力已经减退了 所以在2016年的10月呢 Toyota为Vios推出了一个升级版 这个升级版在外观内装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是新增加了空力套件 可是在内涵上面呢 提升就相当明显 首先它舍弃的沿用3代的1NZ FE引擎 还有四数字排变速箱 取而代指的是 2MR FE 还有 CVT 的变速箱 另外呢VSC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成为了Vios的全车系标准配备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呢 这个Airbag的数量还是只有2个 这个新的引擎呢 获得了我国政府所颁发的EEV认证 油耗表现进步很多 但是它的动力数据呢 就有一点点的退步 它的最大马列表现是107PS 比起旧的引擎退步了2PS 至于风时扭力则是140Nm 比起旧的引擎退步了1Nm 2019年的时候呢 UMW Toyota在我国发表了小改款的Vios 这个Vios其实在泰国市场是叫做Yaris Active 它的改变呢不管是从外观还是内在 其实都是相当的巨大 如果不告诉你它是小改款车型 你可能会认为它是一个大改款的车型 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中国还有泰国 其实Vios还有另外一个小改款 只是这个小改款从来都没有引进我国市场 这个2019 Toyota Vios的小改款呢 除了在外观还有内装改变幅度巨大之外 它的车身持马也有了进一步的放大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只是小改款的车型 所以它还是采用低 platform 除此之外呢 它在规格上面 提升也是相当的巨大 首先这个全车系的斜坡起步辅助还有VSC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不用多说了 它还把7系囊列为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另外呢 我国版本的Vios 在比较顶级的版本上面还包含了像是360度环境摄像功能 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便宜辅助 等等 所以可以说 2019的Vios配备是相当的丰富 甚至可以说它是我国的B segment里面配备最好的一款车型 至于在引擎方面呢 因为这个2016年的时候Vios还刚刚跟换引擎 所以这个2019年的Vios还是一样采用了这个2NR FE的引擎配置 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投诉来 因为引擎才刚刚换 这个也就是目前在我国贩售的最新款的Vios 至于新一代的Vios什么时候来 我们都还不知道 可是根据之前泰国媒体的消息呢 新一代的Vios可能会基于这个TNGA平台打造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新一代的Vios会有更好的操控表现 至于这个动力配置怎样呢 我们就要看Toyota原厂会有怎样的策略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汽车咖啡馆的全部内容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说这些人物历史或者是车款历史呢 如果喜欢的话 给我们一点鼓励 按赞我们的影片 分享我们的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接下来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多这种类型的影片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